欢迎持续锁定8点钟整点新闻 我是刘佳 现在带你掌握这个最新的消息后续了 维峰集团资料库经传遭害 90万笔会员的个资发票订单 还有供应商的资料 全部被放上骇客的论坛给兜售 那么维峰表示 接到了勒索信 但是强调已经报警 内部资安团队也完成了软体 以及作业系统安全性更新 但是外泄的个资 只能提醒会员定期修改密码 以保障安全 更多内容我们请记者吴宜萱 来告诉大家 是的主播 企业个资外泄频传 连维峰集团也中招 国外骇客论坛声称 有人取得维峰90万笔用户个资 业务资料 公司付款资料等等 要求以比特币支付输回个资 对此维峰集团22号证实 最近确实有收到匿名的 网络勒索信件 第一时间已经启动损害机制 目前内部资安团队 已经完成软体 以及作业系统的安全性更新 也提高了资安防护层 维峰也说 外流个资和公司资料库有落差 推刺骇客不一定是从维峰害入的 刑事局目前已经接获报案 正在清查各资流向 行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秉承表示 各自外泄案件受到瞩目 政院已经建立了新机制 主管机关会组成调查小组 在三天内展开行政检查 查出原因后 业者必须要照各资法改善 没改善就会开罚 小组也会在十天内提出报告 所有政院要在两周内开会检讨 以上最新主播